这节课我们继续来讲解第二章的2030成本控制 在2020讲的是成本计划 大家想成本计划之后应该是什么 就是成本控制了 那我们讲的成本管理的环节 五个环节 季控和分考 好了那我们先来看看 在2030这里 首先在2031我们要学习 成本控制的依据和程序 成本控制依据是什么呢 无论编制成本计划 还是经成本控制 在整个成本管理的各个环节当中 都要依据的第一个 都要依据合同文件 那第二个依据是什么 成本管理的五个环节 季控和分考 在前面讲的时候 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规律 是这五个环节 前面的内容是后面内容的依据 是后面内容的基础 所以我们成本控制要依据成本计划 第三个是进度报告 我们通过进度报告呢 能够知道实际完成的工作量 那根据这个工作量 就可以计算出实际成本 有了实际成本 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 进行对比有偏差 然后我们来纠偏 这不就成本控制吗 所以这个进度报告呢 是来获得实际的量 计算实际成本来用的 所以要依据它 而第四个是工程变更与索赔资料 无论变更还是索赔啊 都会影响到成本 第五个各种资源的市场价格信息 我们在进行成本控制过程当中呢 要了解施工过程当中的 人才的市场价格 那因为这个价格会变动 根据这个变动来预测 这个变动对成本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而在成本控制当中 我们提前制定好定对的措施了 好了 这个就是成本控制的五个依据 在这五个依据当中啊 第124 这四个同学们非常容易判断出来 就注意下第三个和第五个 作为成本控制的依据的原因 把刚刚我说的原因 大家能理解了 就可以把这两项记下来了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顶是成本控制的程序 这个知识点呢 是大家学习本节的一个重要考点 成本控制的程序呢 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管理行为控制程序 一个是指标控制程序 从硬实的角度 我们要知道 这两个控制程序的作用 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进行成本控制成本管理 要有组织 要有人来进行成本控制成本管理 所以首先我们要对这个组织和成本管理人员的行为进行控制 所以第一个就是管理行为控制程序了 那这个岗位人员在进行成本控制成本管理的过程当中 那要按照什么来控制 要有相应的指标来控制 来看看相应的一个计划数值 那实际成本是否超过计划数值 那这个数值就是一个指标 所以第二就是指标控制程序 那这两者在成本控制当中的作用是什么 那注意关键词在这 行为是基础 指标是重点 大家可以结合我们开车 那上路 那我们要想开车上路的一个基础条件是什么 你要先把驾照考下来 那所以这个考驾照不就是一个行为吗 管理行为是基础 那驾照考下来了 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不能违反交通法规 不能闯红灯 不能超速 那像这些就属于指标控制 指标控制程序呢 是我们进行管理的重点 记住啊 行为是基础 指标是重点 那这两个控制程序是怎样的关系呢 那大家可以简单来记下 两者不是相互独立的 是千丝万缕联系的 那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 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 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 既两者是相爱相杀 那是藕断丝连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就可以了 那考试的干扰项 就是说这两者是相互独立的 这个说法就是错误的 然后另外同学们看管理行为控制程序 和指标控制程序 在描述的内容当中 能不能发现两者有共同点是什么 两者的共同点呢 都是进行过程控制啊 不是结果控制 一样记住是过程控制 好了 那这一页内容记下来了吗 要知道 行为是基础 指标是重点 两者之间的关系 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 管理行为控制程序都包括什么 那指标控制程序又包括什么呢 这里啊我们要应对排序的和多项选择题 我们先来看看管理行为控制程序 如何针对这个组织或者是企业进行成本管理呢 那首先你要建立成本管理体系 我们在本文课的学习过程当中呢 在第四章在质量控制的时候会讲一个质量管理体系 然后在教材第五章会讲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 那第四章和第五章讲的这些体系呢 注意都是要经过第三方进行评审和认证的 而我们现在讲的成本管理体系 注意哈它的特点呢 是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 没有社会组织评审和认证 要注意它这个特点 那如何进行成本控制 这个行为如何控制呢 那我们首先要建立成本管理体系 在管理体系当中 要明确我们进行成本管理的制度标准要求 那首先第一个 你要建立成本管理体系 本身这个体系建完了 是否符合要求呢 你要对体系进行评审 那谁来评审 要有评审的组织以及评审的程序 好了这把体系评审完了 觉得这个体系建立的没有问题 进来第二步 在体系运行的过程当中 还要进行评审 那要有体系运行的评审组织 以及评审程序了 那如果发现问题就及时纠篇 然后进行持续改进 然后第三个是 我们谁来进行成本管理 应该有相应的岗位 进行成本管理的岗位 那这个岗位的人员如何进行成本管理呢 他管理的是否到位呢 你要对目标进行考核 进行定期的检查 这个是每个岗位成本管理的目标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发现偏差了 要制定对策 纠正偏差就可以了 这是管理行为控制程序 一定记住前两个 第一个是成本管理体系本身的评审组织 评审程序 然后第二个是运行当中的评审组织和评审程序了 再来看指标控制程序 指标控制程序 它的这个程序就是与我们在教材第一章1080讲的 目标动态控制的原理是一样的 那首先我们要将目标分解 确定计划值 确定成本管理的分层次目标 然后接下来呢 在成本管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收集实际值 采集成本数据 然后监测成本形成的过程 那有了实际的数值了 实际的与计划的成本数值进行对比 如果有偏差 我们找出偏差 来分析原因 制定对策 纠正偏差就可以了 然后第五个是 我们在管理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遵循持续改进 然后调整改进成本管理的方法 这样我们就将 行为控制程序和指标控制程序 包含的内容讲完了 讲完之后 我们来总结 两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我们就以这个开车这个为例哈 那潜力条件 你必须有驾照 你才能开车上路 即使你会开车 你没有这样 没有拿到驾照 你开车 你既不闯红灯 那各类交通规则 你都懂 那也是违法违规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儿是用成本指标 考核管理行为 同时用管理行为来保证成本指标 两者在实施过程当中 相互交叉 相互制约 又相互联系 好了 那这样表格当中要点 就给大家讲解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黑 看黑板上这个图啊 这个图呢 就成本指标控制的程序图 这个图运用的就是目标动态控制的原理 我们利用第一章讲的内容来看一看 那目标动态控制原理的第一步是什么 是不是确定计划值啊 就确定成本指标目标值了 然后接下来在进展的过程当中 要收集实际成本支出数据 然后实际值与计划值比较 如果没有偏差 那项目继续顺利的进展 如果有偏差 你就要分析偏差产现的原因 来采取九天的措施了 那这个措施就要落实到项目的进展当中 然后接下来大家来看这个图的下半部分啊 事先分析各种产生偏差的原因 那如果原因找到了 做出相应的决策来采取预防措施 这部分是属于什么 我们进行成本控制 也要分为事先的 始终的和事后的 这部分属于什么 就属于事先的主动控制 对不对 好了 那关于成本控制的程序 我们就讲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历年真体 这18年的考题 项目成本指标控制的工作包括 第一个采集成本数据 监测成本形成过程 第二个制定对策 纠正偏差 第三个找出偏差分析原因 四确定成本管理分层次目标 问大家正确的工作程序是什么 那做排序题 我们如何分析啊 从选项入手 对不对 我们可以从第一 也可以从最后的这个 我习惯从后往前来分析 排在最后 二四一 那我们来看第四条 确定目标 确定目标一定是排在前面的吧 那我直接就把BC排除在外了 一和二比较 一是采集成本数据 然后二呢是制定对策 纠正偏差 肯定二在最后啊 这样我就直接找到 正确答案就是A选项 那如果我从选项的开头来分析 四一二来比较 我们刚刚说了 四一定是排在最前面的 那无论前还是后 正确答案都是一样的 选择的是A选项 我们先确定分层次目标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要搜集实际值了 实际值和计划值比较 找出偏差分析原因 最后制定对策 纠正偏差 好了再来看这道多选题啊 施工成本控制的主要依据 包括什么 A合同文件 这个没问题 B成本计划 G控合同考成本控制 一定要依据成本计划 C施工图预算 施工图预算 大家想在这儿用到它吗 我们成本控制 就依据之前形成的 与成本有关的计划文件 就可以了 而这个施工图预算呢 它是我们讲的 想想成本计划分类 有竞争性的 指导性的和实施性的 每一个与施工图预算有关 我们是选派项目经理阶段 指导性的这个成本计划的编制 那会依据预算定额 所形成的这个 施工图预算的成本计划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成本控制的依据了 我们成本控制的依据 是施工单位 在施工之前所编制的这个施工的成本计划 就可以了啊 然后再来看B进度报告 会有它吗 那有什么原因 那这个也是依据 因为通过进度报告 我们知道实际的工程量 根据实际的量 来计算实际的成本 再来看E变更和索费资料是有的 因为会影响成本的变化 那除了选项的A B B E四个选项以外 还有谁呢 还有各类资源的市场价格 对不对 我们根据各类资源的市场价格 来预测成本的一个变动的趋势 再来看这道多选题啊 这道题有点难啊 信息量比较大 我们要把每一个错误选项 把它改正确 关于建设工程成本控制的说法 错误的有哪些呢 A 施工成本管理体系 由社会有关组织进行评审和认证 有吗 不需要对不对 需要社会有关组织评审认证 是我们在第四章讲的 质量管理体系 第五章的环境 职业健康 安全环境管理体系需要 2 成本管理体系是 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 没有社会组织的评审和认证 再来看B 管理行为控制程序是进行成本 过程控制的重点 谁是重点啊 指标是重点 行为是基础 C 施工成本控制分为 事先控制过程控制 事后控制 这个是正确的 我们无论成本控制 进度控制还是质量控制 都是分为前中后的 再来看D 管理行为控制程序和指标 控制程序是相互独立的 准确吗 不准确 那这两者呢 是相爱相杀 对不对 相对独立 又相互联系 既相互补充 又相互制约 D也错了 再来看E 管理行为控制程序 是项目施工成本 结果控制的主要内容 哪里错了 我们无论是 行为控制程序 还是指标控制程序 都是过程控制 不是结果控制 所以错误的 A B B E 四个选项 好了 讲到这儿呢 成本控制的 依据和程序讲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 成本控制的方法 成本控制方法 第一个 我们先讲 成本过程控制的方法 那在施工过程当中 我们想一想 成本是由什么组成的 包括人财机管 所以我们针对这四项 分别来进行成本控制 首先我们先来看 人工费才如何来控制 方法呢 是量价分离 这个量是什么呢 注意这个量不是工程的 本身的工程量 工程量是不变的 计算出来了 就要完成这些量 而我们这里 人工费量价分离 这个量呢 是指人工消耗量 那价呢 是人工单价 比如说人工消耗量 我们完成挖土方 那每挖一粒放米土方 比如消耗人工工日 是两个工日 那如果那某个工程 它挖一粒放米土方 消耗的工日呢 是三个工日 那此时 你是不是要分析 这个原因了 为什么你这个人工消耗量 就是要多一个工日呢 那另外 还要控制人工费呢 就是从人工单价 来控制 注意量价分离 这个量是人财机的消耗量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人工费的影响因素 第一个 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那社会平均工资水平高 人工费就多 然后第二个 生产消费指数 也是生产消费指数高 那相应的 大家都知道 如果生产消费指数高 我们的工资就要上涨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 劳动力市场工需变化 当劳动力 供不应求的时候 那这种情况 是不是 人工费就高一点 当供大于求的时候 那价格就会低一些 第四个就是政府的政策了 然后第五 就是人工的消耗量 会对人工费产生影响 然后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控制人工费呢 首先第一个 站在企业的角度 要制定先进合理的企业内部劳动定额 然后来控制人工消耗量 然后第二个 我们要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啊 然后第三个 加强培训 然后提高人员的能力 然后第四条 是实行弹性需求的劳务管理制度 那这条是指我们要根据工程的进步 然后再来安排需要的人工进入施工现场 好了这是我们讲的成本过程控制方法当中的人工费 重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方法是量价分离 量是指人工日消耗量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材料费 那材料费啊 这个大家画一个重点啊 这个处理频率比较高 我们材料费的控制和人工费的控制一样的 也是量价分离控制材料消耗量 还有材料的单价 那我下面我们来看量的控制和价格控制 我们分别来讲 如何控制材料消耗量呢 有这四类控制 从硬式的角度啊 要掌握每一类控制适用的条件 那第一个是采用定额控制 什么样的材料采用定额控制呢 就是有消耗量定额的材料 我们就以消耗量定额为依据实行限额领料了 那我们就按照那完成每个分部工程啊 或分项工程或某个工程部位 那实际消耗的这个材料是多少 然后按照这个量来进行材料的领用和发放 然后第二类是指标控制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采用指标控制呢 那关系是各种控制方法啊 是关系是递进的 有消耗量定额你采用定额控制 那没有消耗量定额的材料 就只能采用指标控制了 实行计划管理和按指标控制 就我们根据以往的一些项目资料 来制定领用指标 那根据以往的资料来看以往的工程 完成这个工程不会需要多少材料啊 那你根据这个来制定领用指标 如果实际领用的材料超了 就要进行审批 然后第三个控制是计量控制 这样的就是收发计量检查和投料计量检查 然后在我们领料还有投料的过程当中 进行量的检查了 最后一个重点记一记一下是包干控制 什么样的就要包干呢 什么是包干啊 就是我们将部分小型及零星材料 给它折算成费用 就把这钱一次都给作业者了 然后你用多用少就不管了 这个就是包干控制 那要记这个例子 什么样的材料可以包干控制的 比如说钢丁钢丝 好了这是量的控制 我们再来看看价格的控制 价格控制是两个方面 谁来控制 另外价格控制要控制哪些内容呢 那这里要注意是由采购部门来控制的 而非不是我们项目经理来控制的 那价格控制要控制哪些方面呢 这个内容别死经费 结合我们讲的材料单价包括什么 我们这个材料从来源地运到工地仓库 这出户所形成的综合单价就是材料的价格了 那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个材料的原价就购买价 第二个这个材料从购买地运到工地仓库的运杂费 然后第三个注意哈 是场外运输合理的损耗 还要考虑采购及保管费 这个组成大家在经济教材和我们前面的内容 在讲成本计划编制的时候都讲过 记清楚这里的损耗考虑是运输损耗 而如果是施工过程当中的材料不可避免的损耗 那些是在消耗量控制当中 不是在价格控制当中的 好了这样就将材料费量的控制价格的控制讲完了 接下来再来看施工机械使用费 其实也是量价分离这样来控制 那量呢就台班数量价呢就台班单价了 我们在选用施工机械的时候啊 首先呢要满足施工需要 同时还要考虑到费用的高低和综合经济效益 这个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就施工分包费 也通过询价 那如果允许分包 那这个总成包人他要知道 哎这部分工程我要把它分包 他首先要做什么 要经分包询价 将分包工程的材料 那送到给他相应的分包单位那里 然后分包单位呢根据这个总成包人 提供的材料来报价 那我们针对这个总成包人 在分包询价的过程当中 他都要考虑什么 那要考虑这个分包人的 针对他的质量能力啊 然后他的信誉啊 还要考虑他报的这个总价啊 单价等多方面都要考虑啊 然后定立平等互利的分包合同 建立稳定的分包关系网络 那这些都是对分包和费用有影响的 这也是了解就可以了 重中之重就是材料费的控制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17年的这个考题 在施工成本的过程控制当中 需要进行包钢控制的材料是 零星材料对不对 A钢钉 B水泥 C钢筋 B石子 一看哪个是零星材料 A钢钉 再来看15年的某施工项目部 根据以往项目的材料实际耗用情况 结合具体施工项目要求 制定领用材料标准控制发料 这种材料用量控制的方法是什么 根据以往的 但是没有消耗量定额 如果有消耗量定额 我们就定额控制了 那没有消耗量定额 根据以往项目材料的情况 制定领用指标 这是属于指标控制 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C选项 如果是零星材料 我们强制包干控制 而计量控制的是 收发计量 投料计量 再来看这道题 下列施工成本材料费的控制当中 可以影响材料价格的因素是什么 那我们就想材料单价包括什么 A材料的采购运输 B材料领用的指标 C材料的投料计量 B材料消耗量的大小 大家来看哪些是影响价格的 那价格的因素就包括材料的原价 材料的运杂费 然后还有运输损耗费 还有采购及保管费这些 那这里正确答案选择的是A选项 C、C、B影响的都是材料的消耗量 再来看这道是一个多选题了 采用过程控制的方法 控制施工成本的时候 控制的要点有什么呢 A、人工费材料费按量价分离的原则进行 对不对 完全正确 B、材料价格由项目经理负责控制 那我们都有相关的采购部门 这应该是由采购部门来控制的 不是项目经理 C、零星材料采用定额控制方法进行控制 什么样的材料采用定额控制 有定额消耗量的 而零星材料我们采用的是包杆控制 B、合理安排施工生产 减少因安排不当引起的设备闲置 这个对不对 这个是正确的 C、对分包费用的控制 重点是做好分包工程 询价、验收和结算工作 这个也没有问题 所以错误的是BC 选A、B、E三个选项 那这道题目结束呢 成本控制的过程方法 我们就讲解完了 下面呢 我们来讲成本控制方法的第二类 赢得值法 什么是赢得值呢 我们从原理上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名字的来历啊 先明确备考 这个知识点非常非常重要 基本上大家在每年的试卷当中 都能够看到 赢得值法有关的题目 是一个计算机的考点 初题形式非常灵活 我们必须从原理上把握 那下面给大家来列这样一个式子啊 我们一点点来推导赢得值是谁呢 我们在计算费用的时候呢 要考虑两个指标 一个是工作量 一个是单价 那无论是工作量还是单价呢 都要分为计划的和实际的 工作量 有计划的工作量是多少 还有已经完成实际的量是多少 而单价呢 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合同当中有个预算的单价 但是施工的过程当中呢 人工啊 材料的价格都可能发生变化 有存在一个施工单位 实际花费的单价 那这样工作量两种情况 单价有两种情况 如果大家用计划的工作量 乘以预算的单价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结果呢 就是施工单位的计划的收入是多少 那两者相乘呢 我们得到的这个参数 被称为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英文字母的缩写呢 用BCWS来表示 大家想两者相乘 是不是计划的收入是多少啊 那如果用已经完成的工作量 乘以实际的单价 这两者相乘 同学们来看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施工单位 它实际的花费是多少啊 那这两者相乘 得到的参数的名称呢 是以完工作实际费用 英文字母缩写是ACWP 那接下来 我们根据黑板上的内容 我以同学书一思考 施工单位实际的 获得的介绍单位的收入 用哪个量乘以哪个单价呢 我们是用已经完成的工作量 来乘以合同当中的预算单价 这个结果才是施工单位 通过它的劳动获得的收入 它挣来的钱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 已完成的工作量 乘以预算单价 得到这个结果是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被称为赢得值 是指施工单位挣到了钱 施工单位的实际收入了 理解了吧 好了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围绕这三个参数 计划工作预算费用BCWS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BCWP 和已完工作实际费用ACWP 这三个参数来研究 费用偏差和进度偏差了 好了 我们要围绕的这三个参数 是重中之重啊 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讲一讲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黑板上这个表格 给大家汇总了 赢得值法的三个基本参数 哪个是赢得值 赢得值 就是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时工单位的实际收入 那我们一会儿呢 会讲费用偏差和进度偏差的计算 那这两个偏差的计算呢 都会用到这个赢得值 然后我们再来看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就是用计划的工作量 乘以预算的单价 已完工作实际费用呢 用已完成的工作量乘以实际的单价 在这里给同学们明确一下 针对这三个参数字母的缩写 同学们是要记下来背下来的 因为考试有一种提醒 它是直接给出字母的缩写 给出相应的 比如说已完成的工作量是多少啊 预算单价是多少 实际单价是多少 让大家计算PCWS或者PCWP 如果你不知道每个缩写所代表的是哪个参数 就没有办法作答了 那我们每个字母缩写啊 它的英文的全篇 为同学们补充在讲当中了 那这个 这个 英文的 呃 全部的名称 不要求大家背下来啊 那只是我们有一些考生 想知道 完整的英文单词是什么 想根据这个完整英文单词 能更好的帮助大家把这个缩写记下来 那其中呢 这个 Budgeted它是预算的意思 actual是实际的意思 cost是成本 然后shed是安排的 这perform是执行的 或者说实际的 那在这列出来了 同学想看一看 就帮助自己记一下就可以了 那在这呢 跟我用心记一记 BCWP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赢得值 一完工作 预算费用 BCWS 都是过去的 计划工作的预算费用 A4WP 都是实际的 那一完工作 实际费用 好了 这三个参数明确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利用这三个参数来计算费用偏差和进度偏差 给大家说一说啊 我们无论计算进度偏差还是费用偏差 研究偏差都是两个数值相减 那这两个偏差的计算 倍减数 或者说在减号前面的这个数值都是一完工作 预算费用 我们先来看费用偏差 费用偏差呢 是用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减 就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是 BCWP 已完工作实际费用呢 是ACWP 为什么两者相减 就是费用偏差呢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呢 我们是用已经完成的工作量乘以 预算单价 已完工作实际费用是用已完成的工作量乘以实际单价 对不对 那这两个参数的计算 都有已完工作量 我们把它提取出来 就变成预算单价和实际单价的这个差值了 来乘以完成工作量 大家想 那我们计算的结果是不是就单价上的差异啊 所以是费用偏差 好了 那现在知道费用偏差怎么计算了 然后我们还要知道 根据我们计算的费用偏差的这个结果 那我们这个工程是超支了 还是截支呢 那首先大家来看 如果我计算的这个结果是大于零的 那就表示预算单价是大于实际单价 我实际花的钱没有超过预算的 那此时表示运行截支 实际费用没有超过预算的 对不对 那如果我计算的这个结果是小于零的 就表示实际的单价大于预算的吧 那结果小于零表示项目的运行超出预算值 好理解了吧 哎 好了 那讲费用偏差 我们再来看进度偏差 依然用已完工作预算费用作为倍减数 用BCWP 这个是他实际的收入赢得值来减去他计划的 计划的收入减去BCWS 那这两者相解 为什么是进度偏差呢 我们再将已完工作预算费用变成已完工作量乘以预算单价 计划工作预算费用的变成计划工程量乘以预算单价 然后都还预算单价把单价提取出来 那就是已完成的量和计划的量之间的差异 大家想那完成的量多就表示进度是提前的 所以当我们计算的 进度偏差大于零表示进度提前 进度偏差小于零表示的是 已完整的量没有计划的多表示的是进度是延误的 好了这样呢我们就将两个偏差给大家讲完了 从原理上也说明白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小总结 分用偏差实际上是单价的差额 进度偏差呢实际上工程量的差额对不对 然后下面我们再来看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记忆啊 脚信脑汁呢给大家想出来了这样两个字母组合 一个是CBA一个是SBB C呢是Cost的表示费用偏差 那费用偏差等于BCWP减去ACWP 所以就是注意啊就是用BCWP减去ACWP 用BCWP减去CBAC呢是费用偏差用BCWP减ACWP 如果是进度偏差呢 筛丢就是S开头的 那SBB就是指BCWP减去BCWS了 那同学们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记忆方法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费用偏差和进度偏差 得到的这个结果是差值 这个差值呢表示绝对偏差 要注意这个绝对偏差的适用哈 它仅适合对同一项目做偏差分析 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我现在有两个项目 一个项目的整个投资额呢是十个亿 另外一个项目的投资额呢是一千万 那现在我们通过计算得到这两个项目的费用偏差呢 都是一百万 那大家来看费用偏差的绝对值都是一百万 但是这个偏差对这两项的影响程度一样嘛 不一样对不对 你对一千万这个项目影响就非常非常大 影响都达到十分之一了 对十个亿的这个项目 你偏差一百万影响大吗 不大 所以针对我们绝对偏差呢 它仅是用于同一项目做偏差分析 不同项目 因为投资总和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不能用到不同项目 虽然偏差一样 但是对项目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啊 好了 下面我们再来讲另外两个评价指标 那另外两个评价指标就是将我们现在讲的费用偏差和进度偏差 计算公式当中的减号变成除号就可以了 那这两个评价指标呢是费用绩效指数和进度绩效指数 我们用BCWP以完工作预算费用除以ACWP得到结果就是费用绩效指数了 我们前面讲如果费用偏差大于零是好的 那如果把它转化成绩效指数 是不是绩效指数大于一就是表示节支 小于一表示超支啊 同样道理 进度绩效指数呢 如果是大于一的表示进度提前 小于一的表示进度延误了 那现在这两个绩效指数它是属于相对偏差 那相对偏差呢就既是用于同一项目 也是用于不同项目之间的偏差分析了 好了这样呢我们就将四个评价指标讲解完了 给同学们明确一下从硬式的角度 第一个你要会计算 计算两个偏差计算两个绩效指数 另外还要能够根据计算出来的结果 判断偏差对项目的影响 是进度提前进度延误是运行节支还是运行超支 好了理论知识我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就带着同学们去做一些计算题目 我们来消化消化这个知识点慢一点 尤其是第一次学的考生会感觉这个知识点比较难 我们来看2019年的这道题目 这道题目非常非常简单啊 某分项工程月计划完成工程量是 3200平方米 那这是计划的量 然后计划单价呢是15元每平方米 月底承包商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是2800平方米 实际单价每平方米20元 让我们来计算该月的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BCWS 那计划工作预算费用是不是就是计划的收入啊 计划的收入多少 就用计划的量乘以计划的单价就可以了 用3200乘以15得到的结果 选择的是B选项48000元 这样的事物特别简单 好了那我们再做练习 不能就此为止啊 继续明大老师来考大家了 根据黑板上的椅子条件 大家给我计算一下BCWP和ACWP是多少呢 BCWP是指它的挣来的钱 它挣来的钱它的收入 那要用它实际干的活的工程量2800 而单价按照计划的单价15来计算实际的收入了 然后ACWP呢 是施工单位它自己实际的花费 实际的花费呢 就用它实际完成的量来乘以实际的单价20元每平方米就可以了 好了这个是帮着大家我们练了一练三个参数的计算 然后再来看这道题 某分布工程计划的工程量是5000立方米 计划成本呢 每立方米380元 实际完成工程量是4500立方米 实际成本呀是每立方米400元 让大家用赢得执法分析该分布工程的施工成本偏差 成本偏差我们求的是CV吧 那如何计算 A口诀是CBA不是NBA是CBA啊 等于什么呢 等于BCWP减去ACWP 那两者相同的是什么 都是以完成的量实际的量 量多少 4500 然后乘以单价的差异 计划的单价是多少 计划成本每立方米380元 实际成本呢 实际成本每立方米400元 那这样我们一看得到结果呢 就用4500立方米乘以负的20 结果是多少 偏差是负的9万元 答案选择的是A选项了 再来看这道单选题啊 这道题呢 既要求我们计算进度偏差 又要求我们计算进度绩效指数 那首先我们来看四个选项 四个选项能不能直接排除两个干扰项呢 A呢 是说进度偏差是大于0的 大于0的是好事吧 如果偏差大于0 我们绩效指数就应该是大于1的 对不对 而这它是缺小1了 那这个选项肯定是错的 选项自身设置就矛盾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那B C 偏差是小于0的 那我们绩效指数小于1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看 B选项也一样 这是偏差大于0 然后绩效指数却是小1的 也是选项设置自身矛盾 其实这要求的正确答案 就从B和C两个选项当中来选择了 而且大家来看 它的进度绩效指数都是0.83 我们只要把进度偏差计算出来 正确答案就可以找到了 好了 那选项分析完了 我们来看看提案 某施工企业进行土方开挖工程 按合同约定三月份的计划工作量 2400立方米 计划单价呢 每立方米是12元 到月底检查的时候 确认承包商完成的工程量是2000立方米 实际单价呢是每立方米15元 我们先来计算进度偏差 进度偏差SV等于什么 等于BCWP减去BCWS 两者相同的是计划的单价吧 计划的单价都是12元在这 12元每立方米 然后我们来乘以 用实际完成的量 承包商确认完成的量2000立方米 计划的量是多少 计划的量呢是2400立方米 那这样子的结果我们就是用12乘以 负的400 应该是负的4800元 那我们要给它整化成万元 就是负的0.48万元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计算一下 进度绩效指数 其实进度绩效指数呢 对应的单价都是一样的 其实就有两个量相处了 我们用2000来除以2400 就可以了 2000除以2400得到的就是进度绩效指数 那两者一除的结果是0.83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我们选择的应该是 C选项 选C选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的这道多选题 在19年考试考的赢得执法特别简单 18年考了两个题目都比较难 下面我们就来感受一下 看这道题目到底有多难啊 某火凝土工程的清单综合单价 告诉我说每立方米1000元 然后按月结算 进度数据如下表在表格当中给出来进度数据 其中呢 橙色的部分表述的是计划的进度 那斜线的斜下滑线的部分呢 是实际进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 这个表呢 首先工作A 它的实际进度和计划进度是一样的 工作B 实际进度和计划进度也是一样的 但是到了工作C这里 它的计划进度是第三个月和第四个月 而实际的进度呢第三个月没做 只有第四个月啊 然后接下来以至条件说按照赢得执法呢 它将三月末以完工作实际费用ACWP给出来了 是9790千元 让大家来计算该工程三月末参数或指标正确的有 我们先来看一下四个选项 A选项说的是以完工作运算费用BCWP9100千元 比如说进度偏差SV呢 是付的1600千元 所以说费用计较指数CPI啊是0.93 第一计划工作预算费用BCWS是10700千元 然后E是费用偏差是690千元 那五个选项读完 天哪 这不是要求我们将三个参数和四个评价的指标全部计算出来吗 我们要以至条件给了ACWP 我们要把BCWPBCWS计算出来对不对 才能判断AD对不对呀 然后我们还要计算出来费用偏差进度偏差 还要计算出来费用绩效指数 好了题目读完了 也分析完了 那我们就踏踏实实来做吧 先来计算什么 以完工作预算费用 或者计划工作预算费用都可以 来看啊 我先来计算BCWP 是不是A选项 以完工作预算费用 以完工作预算费用怎么算 应该用以完工作量来乘以计划的单价 对不对 那以完的工作量我们来看一下 以完工作量是多少呢 以完的工作量 以完工作量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斜阴影的部分 A工作实际完成的量呢是4500 B工作实际完成的量 每个月是2300 一共两个月就4600了 然后这道题让我们计算是三月末的 那三月末C工作有吗 没有吧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 4500加上2300乘以2 这是A工作和B工作合计起来实际完整的量 这以计划的单价1000元 得到的结果是9100千元 所以证明A选项是对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这个D选项也计算出来吧 好吧 把D选项先计算出来 D选项是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那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预算单价还是每立方米1000元 我们来看看 三月末计划工作量 A是4500 那B工作呢 两个月每个月是2500 那就是5000 然后计划第三个月 有没有工作C 现在有我再加上一个计划工作量是1200立方米 那我们来看一下 D选项计算的量 用4500 再加2500乘以2 这是工作B的 再加上工作C的计划的量是1200立方米 合计起来乘以计划单价1000元 然后得到结果是10700千元 好了 这样我们判断出来 D也对了 那以这条件当中给出来的ACWP是多少 是 以这条件告诉我们了 ACWP是9790千元 好了 那是不是三个参数都有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计算进度偏差 进度偏差谁减谁呀 进度偏差是SV吧 进度偏差是SV SV呢 SBB等于BCWP减去BCWS BCWP是多少啊 BCWP是9100千元 BCWS呢 10700千元 两者一减负的1600千元 对不对 AB选项也是对的 然后我们再来计算 费用偏差和费用绩效指数 那我们先来计算绩效指数吧 就用BCWP除以ACWP就可以了 就用9100千元 除以9790得到的结果是0.93 所以这里通过计算 C也是对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E选项对不对啊 E选项是CV BCWP减去ACWP 那我们应该用的是 9100减去9790 得到的结果是负的690千元 那 E对吗 E错了 E是正的 应该是负值 对不对 好了 那这样 我们正确答案找到了吧 这条题除了E以外 ABCD都对 好了 这条题做完 我们就感受到这个18年 这个考题的难度了 主要是计算量太大了 我们有一小步马虎了 就会导致整个题就丢分了 那这道题难难点呢 是关于量 关于工作量 还需要我们通过实图来判断 并没有直接给出 那这道题我讲完之后呢 同学们自己啊 一定要自己动手做一做啊 看题干 然后不用看解析了 就根据黑板上这一页内容 你将三个参数 结果算出来 然后再将费用偏差 进度偏差 费用绩效指数 和进度绩效指数 这四个评价指标 你再单独计算出来 然后再以后面结果对照 如果都能做对了 那这个知识点 你就彻底掌握了 就会发生了 就会发生了 那这个知识点 就会发生了 那这个知识点 就会发生了